大家好我是懷人 那剛剛因為有被打斷的關係 所以我這邊的話重新錄製我第三段的錄像 那我們稍微來看一下第三個比賽的 好那這邊的話注意一下就是 這個匠面來說的話我當時我是擁有選擇權的 然後我是選擇了冷色 那匠面的話有黃蓋 有黃蓋然後尋憂 諸葛亮 黃蓋最主要是黃蓋 陸遜 黃蓋 陸遜 然後尋憂 再考慮一下其他的配合可能二線的武將 像是諸葛亮 王毅 然後 李典 雇雍 蔡夫人 然後另外一些有配合的武將 像是孫上香 黃月音 張飛之類的去考量 那個徐晃的存在 那注意一下這個匠面的話 比較好的一個暖組是陸遜 這樣子 有配合像徐晃陸遜 要盯著他看 就是這個組合都要在慢陣當中是很強的 要稍微盯著他 然後還有一個周瑜黃蓋 以及諸葛亮配合陸遜再去帶一個第三人的組合 或是任何一個周瑜配合陸遜再去抓第三個人的組合 可以做選擇 那這邊的話我是選擇冷色 那當時我就覺得就是暖色的話可能比較沒有一個比較爆的二連 就大概只有黃蓋帶差 那我都是可以承受 雖然這邊能組來說的話大概只有幾個選擇 一個是諸葛亮 然後一個是尋憂續爆組 然後另外一個是張飛續爆組 或是雇佣去打打看雇佣保護組 或是離點過牌的組帥 或是徐晃的就是前期做一個限制賽去配合4連做擊殺 幾個選擇 那由對方先選將 好對方守了黃蓋 那對方守黃蓋這要注意一下這邊的話就是一樣不要犯同樣的錯誤 就這邊的黃蓋 這邊的周瑜陸遜一定要拆一個 那我建議是直接拆 應該說 應該說這裡有很多配合黃蓋的 像是諸葛亮啊 或是周瑜啊 或是尋憂去打 或是 或是 這幾個比較好配合 其他或是 黃蓋離點之類的 那這個陸遜的 能組位置還是獨一無二的 那對方有另外選擇是 如果他打周瑜黃蓋再去帶第三個 就是打一個三連的話 他有選擇像是諸葛亮 或是 張飛續爆 或是離點 做一個類似諸葛亮的效果 大概這幾個選擇 或是打一個王毅就是 黃蓋對邊之後王毅去打後期 黃蓋或周瑜去對邊 因為這邊的四連的話沒有說到非常暴力 沒有像成功啊之類的 比較暴力的角色可以 四連就是直接打出非常大的優勢 這邊可以一個諸葛亮縮組去打周瑜黃蓋也是可以的選擇 或是離點這樣子 那我實際上我冷色方的話是抓了 抓了陸迅跟馴優吧 那這兩個可能算是有不錯的配合 這邊要考慮一下說 是不是這個馴優 到底對方的暖組的位置是誰比較好 是諸葛亮比較好呢 還是馴優比較好呢 還是誰誰誰比較好 那我個人覺得諸葛亮比較偏前期 馴優比較偏後期 因為馴優有時候手牌不適合做奇策 他就必須要做一個選擇 就是是不是要留牌變成沒有技能的角色 這邊要考慮一下 因為我冷色還是比較多 行動輪至上優勢一下 是不是要去限制一下對方的 就是一個暖三年的爆發 而去拆掉這個諸葛亮 讓對方只有一個黃蓋周瑜 帶一個可能比較不好的第三人 就比較慢的像離點之類的第三人的選擇 那當時對方就其實已經成陣了 就是對方成陣 那我這邊的話當然是以盾為主 然後去打一個後期 那我的話我的選擇 一個陸訓可以打後期 那這個陸訓的上位其實在考慮一下 生存能力的問題 那另外的話我還有像是 雇雍過牌 然後 然後總是我要扛他這個二連啦 然後離點打後期是沒有問題了 但是重點是這個二連的話是不是扛得住 所以這邊的話其實對方有個黃蓋 硬幹我的話 我其實還是要考慮一下這個諸葛亮的地位 所以當時可能要考慮一下 是不是抓諸葛亮之後 我可以上一個能主諸葛亮 帶王毅加一個盾邊 就是我的盾邊意思就是像是 比較能打四血邊或是之類的 好像這邊也沒有什麼好選擇 好吧 對方其實二連還是蠻暴力的 因為我這邊的能主限制比較少 不然就是要印上這個虛黃 那這邊的話我抓的離點 我把幾個比較有能力的抓走 離點至少起手可以當個能主去做過牌 那王毅盾邊帶一個陸迅比較不怕順跟拆的角色 那對方拆張飛是 對方可能對張飛的價值會覺得比較高 那其他就是一些比較吃藥的裝 那就是拆掉一些爆將之類的 好上將方面的話對方應該是很明確會上前三 就是周宇皇蓋邊帶一個諸葛亮柱 那就要考慮一下我這邊的上將 那我這邊的話第一個是就是 呃 第一個就是我上一個尋憂續報組 去帶一個王毅跟陸迅的邊 然後去做一個就是 利用這個陸迅七七嘲諷來保護我的尋憂 然後去跟對方打後期 或是離點組去帶陸迅王毅看起手能不能做過牌 或是就是硬上個僱傭組這樣子去 做一個起手的發三張牌 看看能不能扛過 就是要想辦法扛這個二連就對了 那 後續再配合陸迅就過牌去做一個 就是扛過去之後做逆轉 那當然第一個選擇是去上孫上香 就是我去打一個回復然後跟過牌 就是一個人協助過牌 譬如說徐牛協助過牌 然後孫上香跟陸迅這樣去保護他 他基本上陸迅必上啊 而且必須要推別人去扛 去扛這個二連 他就去看看能不能扛得住 就是這樣啊 因為對方的組合有黃蓋之後 他基本上我擋不住他任何二連的組合 就是他怎麼樣都會有一個二連的組合可以選擇 就是譬如說我抓諸葛亮 或是周瑜 我抓諸葛亮周瑜的話 他還是有個陸迅加X的二連組合 那他還是有太多 就點尾之類的 所以我是攔不住他的二連的 所以這邊的話回頭想 是不是暖色的降面比較好 就是暖色這個地方沒有一個好的保護能組 就是三血邊偏多的情況下 這邊的黃蓋是不是 在暖色當中會比較有 比較好發揮 發揮是不是應該選暖色 就是這一局第一個要思考點 那我這邊尋優起手 好像排蠻不錯的兩個桃 所以我就是直接過了 那我留了一些閃跟桃 那這邊周瑜先動沒有問題 那這邊的話 這邊考慮一下要怎麼打 這邊有一個九殺應該是要對付這個陸迅 那這個順手的話 是不是可以騙陸迅做一次的千訓連影 然後去打這個九殺 然後再配合看火攻的木打兔輸出 那當時應該是這樣打沒錯 那反劍的話可以把這個火攻給黃蓋 做比較高機率的 當然我們沒有要火攻陸迅 對我們要火攻陸迅 就是這邊打一個九殺 然後再配合這個黃蓋的 就是看怎麼輸出 這邊有個鐵鎖 然後看怎麼打 鐵鎖可以配合火攻之類的 好這邊應該先做一個順手 沒有問題 雖然陸迅會發三張牌 但是這本來就是這樣 就是對手賣兩血發三張牌 而且不打的話也是虧一牌差 然後我這邊陸迅的話 我起手也沒有閃 其實陸迅要考慮一下 如果你起手有閃的話 就是防禦牌偏多的話 是不是要做這個謙遜 因為對方這個很明顯就是要幹你 那你要考慮一下說 在你防禦牌偏多的情況下 要不要做這個謙遜 那當時我是沒有防禦牌 我當時好像牌蠻差的 所以我是毫不考慮就做這個謙遜迅 那吃這個也是正常 那這個我吐刷很安全 隨便他火攻 我是無所謂 喔對把九給黃蓋 把九給黃蓋的話 就是可以提高黃蓋這邊 九紅殺的輸出能力 好我們來看看黃蓋的牌 黃蓋的牌的話 基本上有一次的九紅殺可以打 所以這邊是兩點輸出 然後再配合火攻 火攻這個周瑜或是諸葛亮 額外一點輸出 然後最後一張殺就 看這個葬八能不能打兩張紅牌 變成一個輸出 那應該是 所以的話我們會用到的牌像 葬八還有所有的紅牌 順手的 好所有的紅牌都會打 還有火攻也會用 所以我們來看看我們這牌要怎麼打 兩張紅牌是第一張殺 然後第二張殺是這個 九紅殺會打 然後再來這個火攻 這邊會有兩張殺 一個九殺一個普通殺 去打這個陸續 還有一個火攻跟鐵鎖 然後這個兵跟這個 熱應該都會用 所以最沒用的就是這張牌了 這張牌是我們苦肉會氣掉的牌 那我看他對手怎麼打 好對手把一張方天氣掉了 那對手的想法不太一樣 那我個人是覺得把這張雷殺丟掉比較好 因為我想要打兩輪的紅殺 所以我要保留所有紅牌 然後配著這個杖八去打這個陸續 總共可以打出九紅殺 兩點輸出 然後一張紅殺三點 再火攻四點 總共可以打四點輸出 這個陸續要求 要求四個塔 那基本上就是死了 那這邊對手 好像打得不是和好 對手先九紅殺 然後我這邊兩個救起來 然後掛杖 然後再殺我一次我又救起來 好因為他已經出紅殺了 所以沒有差 他有苦肉出紅殺就沒有差 那如果沒有紅殺的情況 就要考慮一下 就是牌序的問題 不過其實要注意一下 這邊只有防塊跟紅星 所以火攻的話 其實要考慮一下火攻的牌 那這邊我沒有那麼多塔 只有三個塔 所以就GG 好那對手這樣打的話 我是覺得有更好的選擇 因為這張黑殺是比較不必要的 所以可以有更好的排序 那這邊的話他二連打出的輸出爆表了 那我沒辦法 就是有九殺紅殺都打到同一個人身上 然後又加上周瑜的九殺 所以基本上這場被這樣打爆了 那也沒辦法 那就是對方的過牌有過刀 那我這邊的限制又不好 所以這邊最大的問題就在於說 到底我們是不是要選擇暖色呢 我覺得抓將上如果我已經是冷色的話 我大概沒有什麼懸念就是必須要這樣去做抓將 因為我基本上攔不住對方二連的選 二連的組合 對方二連的組合太多了 我攔不太住 所以的話 所以的話大概就是必須要去搏一個 就是能不能夠活到四連 那四連的話這邊的話 要考慮一下這個王毅到底過牌能不能打過 因為對方畢竟有個暖三連 那我這樣的話如果真的上王毅加陸訓的話 他們以過牌為主的話 是不是四連能夠對對方這邊做出打擊 也是一個選擇 所以這邊王毅的話其實要考慮一下上位的問題 因為王毅畢竟太慢 就是對方如果真的很快的時候 你出上這種慢將其實有很多缺點 就是你會變成前期在白板 那後期又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大概就是這樣子 這場其實就是這樣 大概前面對方二連打出優勢之後就沒什麼好講的 那就是一些像抓將或是能亂選擇的一個思路要去考慮 那這邊對手我覺得應該是一個失誤 他去做了一個桃園 讓我這樣把他棄掉 不然理論上 理論上他應該是可以對這個 尋優做一些打擊 那這邊葵過頭還去打王毅 那我就不太確定 他到底是打王毅還是打尋優了 那其實後面就沒什麼好講 因為畢竟我人數還是劣勢 對方三個武將都是有能力的 就像 就像黃蓋啊或是 這個諸葛亮啊 本身有能力 那我要翻盤的可能也不是特別大 因為我這個尋優 要一打三還是 還是比較困難啦 對方有過牌的情況下 那其實後面就沒什麼好看了 其實重點就在於一些上將師 有時候上將 然後跟前期的一兩輪就決定了這一場的勝負這樣 因為尋優本身算是一個還是比較 要明確知道他的輸出能力的 大概是一張殺再帶一個錦囊 他不像黃蓋就是有無限多的可能 所以他翻盤的話 我看過比較多是黃蓋在做翻盤 因為黃蓋本身還是有很多的 就是 他可以變出很多 就是關鍵時候出一些雷殺 紅殺 火殺 殺小的 然後鐵鎖啊 他就把人家搞爆了 就是有很多 後期他有很多的選擇 那 那 那 就是 就是 黃蓋是算比較容易翻盤的 像王毅如果是主位的話也是有機會的 那如果是 像 像 尋優這種比較 穩定如果沒有一波收人頭的話 其實是 比較難翻盤的 好 那今天的就是三場跟香港這一位就是 憲憲憲定蠻厲害的一個選手 據說好像是 三 鐵巴賽的 冠軍吧 我也不是很確定 然後就是他打的場數也是非常可怕 那個大概是我打的十倍左右吧 大概 好 破千 好幾千場這樣子 那 我個人覺得我應該可以打得更好 但是就是 在練習度上必須要有 就是更多的練習 這樣才會比較熟練 而且抓將的上面的話就是 要再更熟悉 那其他就是看運氣了 好 那大概今天就是分享到這裡 謝謝大家的收看